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尚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 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視直擊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在Facebook YouTube 和打禮二線3083399 第二節便可以回答問題 今天的大市不錯 恆生股正在升330點 到28117點 看看 現在恆子的走勢 288 是這幾天的一個 前日的收市 和昨日的開市 算是最近的關口 亦是齊頭關口 現在再向上 下一關就是281200 即是6月中的底 開始在這個位置迫近 如果你說 旗子的即市的情況 即市都在向上 不過整體恆子 還未可以說算是很強烈 不過呢 都是一些金融類的股份 很多反彈了 內銀都帶動著 撐著大市 現在成交網榜上 今早上升得最多的 就是一隻禁風利業 一度升成一成 今早大家很興奮 但它就回到很多 就說不要在這個位置才買 但是有貨 現在雖然縮了一點的升貨 除非要很短線的 就自己來 但是我就會看著 現在是141.1 即是昨天的收市位 做一個最近的第一關 開始減持獲利的位置 現在就不會動它住了 都不要加 不要買這個位置 都是自己衡量 整體就看好的 149.7 現在最近參考的位置 如果今天收到這個位置以上 其實已經收貨了 照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以現時情況 即是收不到 都繼續拿著 因為看回141.1的 不是說收不到突破 年頭的位置就走 因為你看近日這裡來算 其實怎樣都是突破的 只不過還有欠一關 整體都OK 它衝成這樣 就算有回些 都是正常的 反而如果等著加貨那些 可以等下一次好的機會 才去買 這隻就升幅了很多 3.8% 現在只剩下 其他升得厲害的 就是中安在線升12% 都是出了漂亮的數據 招行升4% 李寧升4% 平保升4% 即是很多金融類股份大動 還有就是 ATM都做好 科技股做好 騰訊和爸爸都在升2% 看到現在網上的人經常在說 看見Catherine Wood唱淡 是不是就見底 大家現在會說 其實本身因為它是彈的 這幾隻 就是一來超賣 跌得多就有技術反彈 二來就是 大家現在買這些中資股 其實都很容易 就被國家就玩弄於股掌之中 因為現在的政策 它之前見你炒得太熱 就又禁 那見差又似乎開始鬆手一點 譬如大家見到騰訊的 又可以收購搜狗 各自有一些不少的拼購 又可以繼續去進展 不過呢 其中另一個就是 又是關於一些國家的調控 那最新消息呢 今天就有消息說 國家發改委 就準備投放超過100萬 1000萬噸的煤炭儲備 暫時見到煤炭股就沒有什麼特別大 不算說特別大震 不過都要看看會不會 待會會影響到股價 因為上次 國家就投放一些儲備 就是這個金屬的儲備 就搞到整班炒到很厲害的 金屬資源股份就大跌了 那Dee 油柱行什麼事 衝高7% 其實就整體金融類股份都是做好 其實本身這個放水是應該有利金融股的 因為前… 但是現在才有些反應 因為前陣子就已經說說那個降準 但是當時金融股沒有反應 但是今天的資金才到 今天就都開了車這樣 那如果你說開車1658 那都挺有趣 就是也都關於李陸近期的一些 他的喜馬拉雅資金 喜馬拉雅資本的一個操作 因為他減辭比亞迪 就有一些說法 就牽涉了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就說的是不是因為… 因為中美的關係緊張呢 令到李陸又減辭 那連Catherine Wood都改口暢淡中概股 之前就明明很喜歡的 那數了很多的 現在呢 他這幾個月就大手減辭中概股 那個持倉比重 由2月份接近8% 就減到現在就不足1% 那有一些選擇 就是不是這些的升級投資者 開始關注到中美關係緊張的問題呢 李陸自身就當然是更加多 更加多這方面的敏感情況 因為香港現在有國安法暗淡 還有李陸呢 曾經都是八九學運領袖 也都是曾經是被通緝的 不過呢 他這幾年 這麽多年來呢 已經是在內地都很治愈的了 因為他還要帶了整班美國富豪 巴菲特、Bill Gates等 這些呢 就去考察 那當然是沒事了 那所以又未必關事 因為呢 他是減辭比亞迪 但是其實他這一期前排 還在增持有儲行的 那所以又未必真是一個政治上的原因 那當然啦 那大家都會想著 是不是覺得 其實反而應該是 擔心是不是他們 即是巴菲特這一派的價值 投資派是覺得那個 估值是去到差不多了 那不過說回郵柱行先 衝高7% 但是呢 走勢還未轉好 如果呢 如果呢 阿Dee又有1211又有郵柱行 即是李陸的粉絲來的 那你就看著5.2號 如果走勢 純走勢說 突破企溫5.2號才是轉勢的 那你現在這個位置 我會覺得他彈回來有貨 就都是拿著 那沒有的話 突破到5.2號企溫才去 才去 去入 那現在呢 其實 榜上的股份呢 其中一個比較易動 或者跌得多的呢 還有一隻中原海鴻 和比亞迪 那兩隻都是跌著4%的了 都很多就是關注 究竟 好不好去買比亞迪 那樣呢 那但是 比亞迪呢 如果你 又是 那一跌的時候沒有貨 就想買 有貨就擔心著的 那現在呢 我看到暫時排盤 還有些主動買盤的 也不排除都有資金鬧 那如果網上的一些言論反應 很多都是想著說跌就鬧的 不過呢 其實他現在已經 兩年陰了 今天再出多一次 李陸第二次減遲的消息 那可以 其實繼續都是看回位了 那看著216.2 因為他已經是2002年第一次投資 比亞迪 那連續多年呢 其實是 有真就沒有減的 那現在這個減遲呢 其實那個 那個警號就是會擔心是不是 估值已經差不多呢 不過又未必一定的 因為呢 他們拿了 他拿了就差不多20年了 19年 如果由2002年開始計算 那拿了那麼多年呢 就不排除 就是你 佔你整個整體的 組合的比例呢 其實會越來越多 越升越多的話 那有些基金會這樣做 那還有他拿了那麼久 不排除是開始覺得要 減遲少少少獲利下 都不出奇的 不過就 那個意義上就是會擔心 是不是巴菲特一派 會不會巴菲特都會這樣想呢 那因為呢 巴菲特投資比亞迪在2008年 那這個也是由李錄去引入的 而巴菲特現在唯一持有的中資股 就是比亞迪 那因為他也都不會 Catherine Wood就投資很多中資股 中概科技股很多都買了 那但是巴菲特呢 他就很少去買那麼多 還有他有一個理念就是 不會投資自己不熟悉的東西 所以他之所以投資比亞迪 其實也是因為 因為信任李錄的推介 所以李錄減遲會有一個擔心 不過如果真的有貨呢 其實你照看這個216.2這個位 其實暫時穿了的 就不敢好樂觀 你看著這個位一個 一個止褶子站位 看位部署的話就是 阿迪說是不是現在下車了 還是看下午 看下午都不是很樂觀的了 這個情況就 你如果再想看 可以看明天的 不過情況就不是很樂觀 那如果我們看收市開市位計 就216.2 如果你看中低位計 就208暫時未穿 如果你開了小時圖來看 你看到208就是 現在小時圖都在向下 那就準備挑戰208這個支持位的了 所以我想都看多一會兒 都預計 看看是否下車了 暫時 那入就不要入住了 尤其是是你沒有貨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必要 現在要去衝進去的 就不需要覺得便宜了 那見到跌而買 那見到跌就真的不好買了 其實如果這裏呢 216.2 如果這裏這樣穿下去 其實就 就是技術走勢上 就是開始轉向下 那下方呢 都比較遠的 因為它這一浪 飆得比較強一點 所以就 沒有就真的 不要去入住了 那呢 我們都快半日市 麥幸子現在報28,130點 升342點 那就不如先去廣告 稍後回來看看大家的留言 和聽電話 好 回來節目時間了 恆子半天就收報28,126點 升339點 成交842億 那開始看看大家的問題 首先聽電話先 是有李小姐的 Hello 李小姐 你好 Hello 李小姐 你好 Hello 李小姐 可以看一下YouTube上面 Raymond就說 763 763可否回家鄉 28元有貨機 現在25.4 跌2% 因為它這幾天 實在是升得太急了 那現在這裡一個調整 你下面看的支持位 你看到21.7 其實就很遠 變成你中間就不知怎麼動 但是如果你拉長 你看到月線圖 其實它是在做建底款 突破24.8之後 是有機會可以繼續去上網 是月線圖看前一個頂 就是29.95 所以你這裡都有希望 今天回到一些 但是沒有穿21.7 你就去拿著它 接著是665 今天光復都跌了 那Angel665 33元有貨的 怎麼看 沒有 它都已經 前日是出了一些短線 有些見頂訊號 不過你也是 照看28.3這個支持位 這樣 看這個防守位的部署 那就是 968也是 整版都是差不多的了 那Angel說968 15.6日是不是要走 現在15.44 這裏呢 其實都危險了 不過 你就看這個平底 15.38收視計 所以其實就還算是守住 可以拿著它先 看到就 樓上 還有一個都說 968 所以其實它未算穿 所以有就先守這裏 好 那我們再次打了給李小姐 Hello 李小姐 你好 Vivian 你好 是的 我昨天打過來了 是的 我的1799 就是19.1買 我想問你呢 它短期上網有多少成 剛才我聽到你說 如果下午站穩 19.48 就可以拿著它 這樣 19.48 應該是19.94 如果下午收到19.94 以上 在這裏還有機 再繼續上下一關 22那裏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著今天的開市位 18.74 短線用這個位置做一個防守位 如果上不到19.94 就看它的開市位 如果下午就指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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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問 那隻113 我是54.5買的 我想轉去9633 你說好不好呢 如果由基本面上來看 那之前都有講過 這兩隻股份的一個比較長遠 或者業務上的看法 這113是一隻穩困的地產股 除了香港之外 其實它買很多海外的資產 在英國那裏很多 上年比較多人關注 就是收購Green King 其實包括了很多英國的地皮 它前陣子經歷了一個重組 資金上也都納入了一些其他的新業務框 和它的業務版圖 所以你可以把它視為一隻 包含了很多不同業務的一種 叫做Congumerate 一種很不同業務的大集團 一種可以作為長渣的一些選擇 所以我就不太建議你沽一隻113 上網就第一個位置先看了55.1 就算你看短線的支持位 52.9 其實都是守著再上 如果你長線就不需要沽 如果你短線看52.9 不穿也不用沽 如果你說一個前景上來說 9633其實就之前都有說過 如果作為一間賣水的公司 現價跌成這樣 還有77倍的市盈率其實是很高的 很多中資的餐飲 飲品或者食品股份 也有股值上偏高的問題 飲品的意思是 我也知道我長者就不想我這麼風險 即是說那隻113可以長渣 是 穩陣一點 如果沖川55.1 是否就走勢漂亮呢 上次沖川56我都沒有找 我就問問你是不是 OK的 你可以拿著它 看看你自己喜歡有多長線多短線的操作 這就是可以長渣的 沖川川剛才的位 再上就可以看2020年年頭的高位 就是57.2 如果你說長渣穩陣 一定是長實 9633就說到 真是比較炒 因為它也是放不歸邊 但是有些機會 你就可以看著45.9 找了才去買 現在近了的位置就不要買了 這隻就適宜捲炒 你都看到它上市炒了一陣 那就下來了 我聽你說 那我不斷 謝謝這些人 可以不斷 好 多謝你電話 拜拜 好 接著就是 阿榮姐說 1772跟昨天相反 很多獲利盆 怎算好 是的 昨天不是探底有承接 即是你看圖就是 昨天探底有承接 今天就說高位有沽壓 是很多獲利盆 因為今天就升得很急 還有超賣得很厲害 所以有些短期的獲利盆 沽貨都不出奇 可能你們都有已經吃了糊 如果你高位吃糊 應該有三成 你由這個開始六月起 慢慢起到半老 開始買應該都三成左右 但是我覺得這隻 其實就未必一定要這麼短線 不過有些人是喜歡短線獲利的 有短線的獲利盆 都是正常的 但是資金面上 今天看到都還有 資金流入 都有北水流入 所以我會覺得 你最想看的位置 149.7 就是之前的二月的一個歷史高位 現在其實在衝著這個高位 所以這裏有些沽壓都是很正常 今天就看看能否站到149.7 另一個位置就是前幾天的頂 144.8 如果你計算前幾天 前日這個頂 其實現在暫時還是站穩的 如果你說去到真的這個操作上 要去跟著 如果你說那些獲利盆真的太強勁 我們要跟著一起獲利 那應該看141.1 就是昨天收市位 就是第一站的開支減時指站的位 所以現在我會選擇繼續拿著它 那就是 然後呢 好 又有電話 是李小姐的另一位李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想請教你一隻 2018 什麼位可以買呢 2018 其實我已經有貨了 你已經有貨了 是的 就暫時不是很樂觀的 如果你看最近的一個支持位 52.8 現在就是穿著的 如果你說會看位部署 你就要考慮一下 如果收穿這個位置就走不走 那你不走呢 那你就不要買住了 因為你可以等下它 因為它現在都算是 只是衝高完之後一下調整 那可以守住 如果你想守的話 但是我一般就會選擇看位置 但是你不喜歡你就繼續拿 那就是千萬不要現在去買住了 那如果52.8穿了的話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撈底說50元呢 看回 52.8穿了就可以等再低些才說去撈了 再向下看 純粹看位是46.8的 就不一定的 不排除它真的50元已經可能很多人撈都不定 不過這個就難以預料著 你看到它到時真的有人撈你才一起加入 那現在那些人就在沽緊的 所以就不要加入了 如果有一個位置 就54.4毫半 站穩你才再考慮加 如果54.4毫半站穩 即代表有人撈貨了 那你就可以加入了 哦知道明白 謝謝 另外一隻我想看那隻跌到很離譜的 就是667 哦 跌到很離譜 真的很離譜 是啊 因為我也是有貨的 我想補一補 還補嗎 是啊 因為差得太遠 還有現在因為它的教育被人弄 那我就趁低位買回一柱先 這樣打算 就是買回去補一補先 如果那一陣子升起來 我又未必追 因為一段時間都不到 嗯 我就不太贊成這一種做法 現在呢 你看到 拉回月線圖給你看 因為這個板塊我都比較少看 比較少研究 還有風險上都真的經常很多國策的風險 雖然基本上中資股都是 但是這個板塊特別多 那 那月線圖你看到呢 它開頭上市炒高原一陣呢 那是在10.3毫半有一個支持的月線圖 你看到 那現在呢 其實連這裏都穿了 其實就是非常之危險的藍 那你呢 最近你又看著10.04 即是10元邊左右 現在都在試穿這幾個底 那你就不要現在加貨了 如果有些轉機呢 就是突破11.72就有些轉機的呢 那暫時就沒有轉機住的 嗯 都非常之兇險 這個形勢是 好的 麻煩了 好的 多謝你的電話 謝謝 拜拜 那李小姐就可以 可以 追蹤一下瑞星啦 如果想加貨的話 不過都可以等下 暫時這兩隻都不建議 今天去 現在去入場的了 那就是 然後看一下 又看一下Youtube 那 Marco就說 想問一下這隻19558北氣的話 升了18%了 那呢 就 2.98有貨 RSI千買都很厲害 是否已經先吃一半呢 嗯 因為呢 車股 我就 都是未必選這隻 但是你選這隻 你應該就是覺得 你應該是在看資金面上 多錢湧入這樣 去賺一轉的一個短線部署 其實如果是很短線 它這裡不排除再上 但是如果你是 這隻 也都超買成這樣 升成這樣 它就整體 你看到拉長的走勢是向下的 那 業績我就沒有看這隻了 但是 就應該都在股價反映著業績 我想你可以先吃一半先 雖然我正常就很少 很少升會只賺的 但是這一隻 不妨 吃一半 好了 因為真的超買 衝得太厲害 有回都正常的了 那 接著再接電話 是李小姐 也是 另一位李小姐 Hello 李小姐你好 Hello Hello 是啊 那想問一下永昇先 1995 之前呢 17.5元 入了 但是又見到它沒什麼 沒什麼氣息 那後來就賺少少走了 其實都不是好少少 但是18元走的 但是今天見到它有一大支揚桌 升上去 那我想問是否現在又是 即是展開聲勢又可以入 其實都未算展開聲勢的 因為呢 物管板塊 還有這隻 尤其是本身跌得多 有些反彈是正常的 如果給你一個位置 18.82元升穿了 K118.82元以上 才有機會展開聲勢 那你就用到時 如果你尺位上馬 你就到時才馬 然後用這幾天的底 做止攝位 那暫時就 暫時其實它未突破到 都是在向下的 就未展開聲勢 噢 因為我見今天同板塊 就是華人萬象 世貿會那些都升的 是不是都是同一一樣東西 就是都是反彈 嗯 但譬如是華人萬象 它其實好很多 無論你走社上來說 還是由公司的角度來說 華人萬象 在深圳很多商場 是基本上 差不多是深圳一線的商場集團 你可以 這個反而好很多 你可以 如果你有興趣 你選擇這隻好一點 好 看破頂 看54.8元 然後用45.35元 即是7月頭的底 可以賣嗎 做指示位 可以的 如果你要選擇 這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剛才提到的小貿 都可以想想 小貿可以用26.35元 然後用7月頭 對 就是準備的 我覺得這隻大機會 這兩隻會比1995元 好啊 尤其是在短炒的角度上 可以想想這兩隻 好啊 謝謝 多謝你電話 拜拜 好啊 好啊 白狼 白狼這個問題就長一點 先看看 3983 3983 中海石油化學 他就兩個九號一入了 跌倒兩日有危機嗎 有少少鑊利盆 跟著是另一隻 你看著兩個六號九造指示位 看看你是不是很短線 你很短線的 你看到兩年陰 看看是不是走 不然你想打擊 大一點的回報 承受多一點的風險 那你就可以用兩個六號九 這個位置來部署 好 接著就聽聽陳先生的電話 Hello 陳先生你好 是啊 李小姐麻煩你 就我1919 就是兩星期六 就是很糊塗 買了16.8 現在我見到今早全穿了 穿了13元 12元多 都見過一個本業 那我可不可以趁它大翻轉頭 計算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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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先離場 如果是我會選擇止蝕 14個二村 雖然呢 我們之前有去講過它那份的 刑期 刑期就是因為 現在應該整個上半年 增長32倍 但第一季增長52倍 即是第二季增長是放緩的 它現在呢 這個PE就17倍 又不算超級高 如果你說這個走勢上 即是熱積增長走勢上 第二季放緩了 但其實有機會 一路增長好的話 有機會上回 看看你會不會這樣去捱 但是我覺得 如果穿了14個二 我就會選擇先走 但是有些人會喜歡 覺得接下來應該會彈回 盈利增長也好 不過我會覺得如果這個板塊炒了這麼高 就要小心危機會避了才好些 即是寧願之後再買回來 明白明白 即是做了知識功夫先 我會選擇跟著部署 控制風險先 明白明白 是 好 多謝你 好 拜拜 還有一隻3968 白狼說此前跌破位 走了現在回升 有沒有上網可以部署 你可以追蹤一下 你看看六十四個半是否期運 期運六十四個半就追蹤一下 然後就有機會先看六十九個四 六月尾的高位 你看看今天是否收得穩六十四個半以上 因為現在是很邊緣的位 用回這幾天 又在七月頭的底做止攝位 好了 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因為一會兒 三點四十五分 Steven就會在這裡和大家看視 拜拜